主料,小土豆200克,葱20克,姜20克,蒜20克,补料,花椒20粒,麻椒10粒,自然30克,黑胡椒10克,辣椒末30克,食用油2克,橄榄油15毫升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 土豆去皮也可不去皮,但要洗进去要吐渣子,洗好后放锅里加入适量盐煮8分熟,葱姜蒜各切成末备用,在适用微波炉的玻璃容器里加入橄榄油,放入葱姜蒜末,再放入花椒麻椒充分搅拌,如果把花椒麻椒弄碎味道会更好,加盖高火一分钟,为方便入味,土豆各切一分为二,倒入葱姜蒜末的容器里搅拌一下, 把剩下的调料自然,辣椒末,黑胡椒粉倒入容器里,充分搅拌,再自高火一分钟,撒些适量盐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。 第一副蒸土豆,可以用微波炉硬污,6分钟左右,为了健康,不建议把VVC材质的保鲜盒在微波炉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